不要高估自己的聪明 低估自己的愚蠢 机会的后脑袋是秃头 是没有毛的 当他从你身边经过时 若没有好好把握 没有立即抓住 他 一溜烟 就走了 小时候 我住过台南县后闭乡 也住过嘉义县的义竹乡 而在这两乡之间 有一个小镇 叫做盐水镇 大家都知道 盐水镇最有名的是风炮 每年元宵节 数以万计的人群 涌向盐水镇 大家全副武装 戴上安全帽 生怕被万炮启发 四处乱射的风炮炸倒 而电视台 也做现场转播 让人看了既紧张 又刺激 可是 元宵节一过后 盐水镇 又变回他静悄悄 朴素无华的面貌 每当我南下演讲 就顺道回家乡 去探访昔日的朋友 师长 可是 当车子开进盐水市区时 只觉得这个镇 人车稀少 房子老旧 要找个盐水一面 肉丸 或观光指南上 所写的点信 小吃 都不容易找到 真的 盐水镇是没落了 说好听一点 盐水镇保存了安静清纯 古老小镇的风貌 但 说现实一点 它已没有繁荣商业 年轻人口都外流了 怎么会这样呢 盐水镇 原本是个很繁华的城市呀 您知道吗 一百多年前 盐水就有船只 可以进出的港口 人潮甚多 在那日据时代 日本人甚至规划 纵贯铁路经过盐水 让盐水能拥有水运 和铁路的优势 然而 当时有许多地方 大佬和士绅都认为 若让铁路经过盐水 一定会斩断龙脉 破坏当地极佳的风水 也会影响地方的繁荣 因此 他们誓言反对到底 绝不准许铁路经过盐水 好了 不准许就不准许 铁路计划了不触怒老百姓 就只好改到 改在新盈设站 没想到 经过数十年的变迁 新盈早已升格为市了 经济繁荣 商业发达 有县政府 县议会 体育场 文化中心 大卖场 而盐水呢 静静的 没有商业气息 年轻人都外出找工作了 只剩下众多的老年人口 哎 这要怪谁呢 大概是要怪以前那些地方大佬 士生 没远见 没眼光 不懂得接受新观念 新事物 以致措施繁荣地方的大好机会 我有个亲戚 五专毕业 母亲叫她赶快再念书 再学英文 可是她说 念什么书 学历哪有什么用 文凭无用了 我会电脑就行了 我干嘛要会讲英文 如今 十年过去了 她在一家电脑公司里上班 可是 她想要的职务 都无法升上去 公司也不可能派她出国 而她 总是埋怨公司 歧视她没有学历 最后 她被裁员了 相反的 这亲戚的五专同学 家境清寒 但毕业后 却不断地插班大学 夜间部 又到台大学 分进修班上课 现在已在新竹科学园区的 电脑公司 担任中阶主管 人 常以自以为是的想法 来拒绝新观念 新事物 以致使自己成为一个 拒绝铁路的城市 而逐渐衰微 没落 您知道吗 自尊与自大之间 相差甚微 很难区分 但是 自大之极 就是自闭呀 有一位企业家说 成功的秘诀 归纳起来 只有一个 就是产品 产品 产品 只有不断地推出新产品 才能使公司 永续经营 而我们自己 就是一个产品啊 如果我们自傲 自大 甚至自闭 拒绝外来的新知识 新挑战 我们如何让别人 接受我们这样的产品 如果 我们的产品老旧 没有创意 没有新样式 或新功能 谁会多看我们一眼 所以 宋朝大如珠希 曾写一首诗 半目方唐一见开 天光云影 共徘徊 问取哪得清如许 未有源头活水来 的确 我们生命的勾取 必须有源头活水 不断地注入 才会有清净的取水 我们生命的产品 也必须有新花样 新招式 才不会自闭 自闭 而遭到淘汰